那怡靖 中國的房地產 我剛剛講到是支撐中國經濟 快速成長當中 很重要的一環 說穿了整個中國經濟快速成長 就兩個路線 一個路線是富士康這一類的台商 拼命做出口 拼命賺外匯 另外一個是 這一個各個地方的政府 跟各式各樣的權貴勢力地產商 一起開發地產發大財 現在看起來都要付出代價 是 一般沒有在中國大陸居住過的人 很難想像 就是中國的房地產事業 在他們GDP裡面到底有多重要 根據統計就是說 中國的房地產事業 大概佔他們GDP的20%左右 那相對來講的話 美國只有6% 而台灣更是只有2.5% 然後中國的一般的家庭 他大概70%的財富 都是放在房地產上面 所以你在中國大陸 你隨便跟哪個朋友聊天 聊一聊就是會聊到房地產 每個人都在講房地產 然後這個實在是太瘋狂了 所以在20年前開始 就很多人在講說 中國的地產事業是一個泡沫 是一個泡沫 可是一直講一直講 他都不會破 講到最後大家就開玩笑講說 中國的房地產是剛打的泡沫 他怎樣都不會破 那一個很大的原因是 因為政府都下不了手 不敢把這個泡沫擠掉 一方面來講就是說 那個中國有房子的人 就是居住在城市裡面 比較有錢的人 因為他們的房地產一直在上漲 所以就是他們覺得說 我的財富一直在增加 所以他們花起錢來 會非常的爽快 他花錢不像台灣人就是說 我花錢會留下一些錢 放在銀行裡面 他會覺得說 反正我的錢明天再賺就好了 今天把錢都花光 而且反正我的房地產一直在漲 然後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這些地產公司的這些工地 提供了大量農民工的工作 所以這個對他們社會的維穩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 而房地產在中國的功能 也跟在其他國家不太一樣 在其他的國家 房地產就是拿來居住 那頂多是拿來投資 可是在中國還可以拿來當賄賂 也可以拿來抵債 舉個例子來講 就是說大概在2012年的時候 我又一次到廣州去出差 那我們的代理商就帶我到 郊區的一個別墅區去 那別墅區那邊就是有 大概可能有幾千間的 那很漂亮的別墅 然後我們就在那開會 開到那個傍晚的時候 晚上我們出去那個 要去吃飯 然後看到那個天色漸漸按下來 就那個別墅區裡面 大概有70%到80%的房子 燈是沒有開的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他是空置閒置這樣 對是空置 我說是不是那個 我那時候2012年 就聽說那個 中國有房地產泡沫 我說是不是房子賣不出去了 結果他們都笑我說 林總林總 你這完全不了解中國的經濟 他說所有那些房子 都是有人的 而且那個擁有者 大部分是貪官 就是別人要賄賂那些官員的時候 就送他一個房子 可是這些官員 在他那個 在他退休之前 也不敢住進來 所以所有那個房子 就都空在那邊 他等到有一天 他要退休的時候 他就住進來 但是呢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中國的 地產泡沫 因為那個恒大事件的關係 終究還是已經要消退了 然後在消退的時候 就出現了很多 很有趣的新名詞 像是頂帳房 還有那個主動爛尾樓 被動爛尾樓等等 我們現在講頂帳房 頂帳房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地產商像恒大 他現在已經沒有錢了 但是他已經有一些房子蓋好了 所以呢 他就把這些房子拿去抵債 那會拿到這些頂帳房的人 有誰呢 就是營造商 就幫他們蓋房子的人 也可能是建材供應商 譬如說原來賣電梯的 電梯都裝好了 但是他沒拿到錢 直接拿房子這樣子 就拿房子去抵 還有一些投資 那個恒大財富管理 就他的那個 等於說他的基金的人 那很多人都拿到房子 然後呢我們也想說 好那我拿到一些房子 如果是在北京上海 那我就自己拿去賣 那就好啦那也不錯啊 事實上當然沒有這麼好的事 他拿來抵債的 通常都是一些 在鄉下不好賣的房子 那這些房子呢 沒有人去住 但是也不要太絕望 因為這些房子 雖然你不會去住 但是呢他價格也不會下跌 因為中國的地方政府 他最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之一 就是賣地 所以地方政府 他就不希望你的房價下跌 所以你要賣的時候 如果說你的房價太便宜的時候呢 他就會想盡辦法刁難你 那怎麼辦呢 那那個房子就是什麼 譬如說我今天 拿就是從恒大這邊拿到一個 那個鄉鎮頂帳房 然後我剛好欠了那個董老師 100萬人民幣 我就把這個房子抵給那個董老師 所以就房子換房子 對 就把房子當作金錢貨幣交易 這樣子換來換去 對那就跟那個虛擬貨幣 大概是同樣的道理 那個房子本身沒有什麼用處 但是我就可以抵給董老師 董老師可以抵給寧官 寧官又可以抵給誰 就叫鄉鎮底帳房 然後呢我們剛才講的 這底帳房至少是蓋完了 那當然還有一些就是那個爛尾樓 就是地產商破產了 那他沒辦法蓋下去 這個爛尾樓我們都知道 但是這叫被動爛尾樓 那還有一種叫做主動爛尾樓 主動爛尾樓呢 就是說這個地產商呢 事實上他還有錢他也沒有倒閉 但是因為房價下跌 或者是房價沒有漲到他們 預先想的那個價格的時候 他們蓋到一半就想說 不要蓋了 我繼續蓋下去的話 我反而會虧本 所以他就放棄了 這叫主動爛尾樓 那主動爛尾樓 如果說有人已經付了那個 頭期款他們叫首付 那怎麼辦 也沒關係 那個沒關係 那個恆大地產 就是把他前面講的那個 鄉鎮底帳房給你 丟你一個 對 對 所以呢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現在已經其實內部 已經有點亂了 所以恆大事件 之前已經很多人講過 他不會是中國的雷曼時刻 因為這些帳戶 大部分都是在中國的內債 然後內債 只要中國的央行 再多一些人民幣 自然可以解決 但是恆大的事件 還是會重擊中國的經濟 因為我們前面講過了 地產業佔了那個中國的GDP 比重驚人 然後因為底帳房跟爛尾樓的關係 房價也漲不上去 然後消費者就會覺得他荷包縮水了 然後農民工也找不到工作 所以這個整個經濟應該就會下滑 好我們稍後回來